冷血老闆 鑑生打死11岁同工 这群目击者 全部都见到洛阳一间饭头店的老闆 在今个月头把店铺的11岁同工打死 那个男孩腊骨折断 伤及内藏 送去医院之后已经救不回 他们没有伸出援手 因为实在见怪不怪 派出所查了10天 昨天终于拘捕老闆 他说男孩偷东西先打他 但是街坊就不信了 其实男孩因为家里没有饭开 先去馒头店打工 只是包伙食没有粮出 而经过审问之后 姓黄的老板已经被刑事拘留